我愣住了 我想这最近发生的吗 没有想到这是昨天晚上发生的 从天翔回味走到六 整个条通 你怎么可能晚上 你已经总统了 只剩下两个礼拜 你晚上还去吃锅 还去逛街 而且刚刚讲的 这个世界已经忙翻了 你不知道吗 你不知道说你要好好的坐镇 因为你是总统候选 这个世界是绕着你打转 你难道没有这样的自学吗 他不知道这个事情 他不知道这件事 他不知道说总统 是这个国家的中心 这个国家的中心 就算你是总统候选 所有的东西是绕着你围绕着你 我们把它整理一下 其实韩国瑜昨天那个事情 逛街这个事情 不是要逛街啦 他就是吃完饭吃太饱了 去走一走散步 他就那么简单一个事情 大家误会他了 所以他会很讨厌那个记者来拍他嘛 他说我只是散散步 你拍我干嘛 不是 太好解决啊 他只要在这边讲两句话 把记者打发就可以了 他也不讲话就一直走 他本身就想说吃完饭走一走嘛 对不对 但是他还没有想到说这整个 这个是多么麻烦的一件事 是 而且这个对国安团队来讲 对他整个的安全人员来讲 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你今天晚上吃锅就不合理了 吃锅完没事干再散步就很不合理了 而且你还在六条通散步 你怎么会在这种地方散步呢 这表示我们台湾的六条通或中山北路的分局长 其实昨天晚上可以得到嘉奖 自然就第一名 好得不得了 而且他是熟门熟路 对 那个是另外一个 所以他就是在熟门熟路的地方散散步休息一下 帮助消化 他也没有想到 他还可能要能够回味一下过去的一些的往事啦 大概是这样子 其实韩国瑜其实这个人你要很单纯 很单纯 我越来越分析他越来越了解 他不复杂啦 而且麻烦是什么事情你知道吗 是 麻烦是现在台湾的处境 已经进入一个倒数计时的阶段 什么样倒数计时的阶段呢 你看到最近就是前天的山东号 对 就是中共的第二艘的国产的航母 经过台湾海峡 对 那其实这一艘航母是已经是 它是回程嘛 它是回到母港嘛 它当时第一次出航的时候呢 其实美国美方或中方都是很低调的处理 没有什么大事情 但这一趟突然间美国国务院 发表了非常严正的声明 而且是国防部喔 国防部非常强烈的指责这件事情喔 它指责美国的指责的用词 叫做美国经济体制 或是台湾人民的胁迫行进 胁迫行进喔 这个就是在指责 你现在这个山东号 经过台湾海峡这个动作 是要来胁迫台湾人民喔 台湾人民的胁迫行进 那胁迫什么 胁迫什么 就是选举嘛 就是我们要 台湾现在正即将要进行的 自由民主的社会的一个选 总统选举的一件事情嘛 你现在搞这个玩意的话 就是图谋不轨嘛 这个结果中国的解放军 国防部回应得更强烈 哇 我看他吓一跳 他国防部的发言人才揣一讲话 对 他是怎么样 他美方啊 那个传统的用词都不管他了 他美方妄图以台制华 然后呢 他说这个不会得逞 到头来只会是 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这警告 这警告喔 我是你不要想要打台湾牌 来妨碍我中国大陆的发展 你到头来会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那搬石头怎么砸自己的脚呢 这个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就是我告诉你 我会让你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他警告他 所以美 所以中国大陆这一次的反应 没有国台办反应 没有外交部反应 直接国防部反应 对 就完全冲着美国 直接没有 也不跟你挑战台湾了 就以台制华定义很清楚了 就说大概这个以台制华 这个是现在的情况 所以我们讲 虽然中美双方在台湾的选举里面 一直都有介入 可是以前都是间接的 在幕后的 现在根本撕破脸的站在地线了 所以是公开军事 你看航空母舰介入 然后国务院 然后这个美国五角大厦 直接发言 直接用言语上的互相的冲突 对不对 好 我们现在做个简单的回味 对 去年的这个时间点 1124选这个九合一选举 对 我记得啦 大概有六个月的时间 怎么样 中国大陆所有的飞机 所有的舰队或舰艇停止骚扰台湾 六个月没有声音 不要有任何的意识 他不要去影响任何选情 所以去年大胜嘛 对 那今年为什么解放军公然航母经过 然后公然给你 美国直接给你挑战 公然冲突 为什么 为什么 我觉得他也知道没什么希望 是吧 他有不耐心影响了 从朱荣基到胡锦涛 每次讲话都把局给破了 所以他们就很小心很紧张 不要乱讲话 这次如果我已经不在乎乱讲话 我连航母舰弄来 这代表我已经不在乎 这场选举结果了 我做我的SOP 我该警告的该怎么样的我照干 就这回事 你再给我啰嗦我的身高 他这个动作 就是中国解放军直接警告美国 他不是警告台湾了 他第一次就真的美国硬干 我告诉你 对 所以中美在言语上 在军事上直接有言语上的冲突 这个已经合乎到所谓什么原则 就是战争边缘原则 他就已经用军事的手段 来逼迫你做另外一个行为 所以美国很紧张